世界杯竞猜,竞猜押法国赢的达到2亿,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了吗?世界杯的开始有人喜有人忧,世界题材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峰,在此你竞猜猜对了吗?今天晚上,22点法国VS烏拉圭就正式开始,在没有开始之前,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数据,在浏览器的竞猜就已经达到了2个亿,这只是一个浏览器的竞猜, 还不说线下的实体店里面的竞猜,我想问的是你们竞猜都猜对了吗?这次乌拉圭与法国对决,乌拉圭整体势力虽然不如法国对,但是我们应该在小组赛还是八强淘汰赛,都会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爆冷门,乌拉圭会不会是一个冷门呢?这个就有带竞猜的球迷去考虑了,法国是个大热门,体育迷们,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竞猜了, 竞猜的结果我不知道,但是大多数人应该买的法国,我只是一个猜测,并不代表全部在买的同时,考虑一下我提的这个建议,具体买谁还要靠你决定,我就不再说过多的因素了,要相信自己,我们竞猜都是最棒的小伙伴们,竞猜赢了就关注一下,输了可别来找我啊,哈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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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